欢迎收看小理说球 今天下午 军篮世界杯半决赛 这个比赛进度真的是非常快 昨天打完四分之一的决赛 今天就是半决赛 CCTV直播 然后是五点半 澳大利亚 首先最大的问题 澳大利亚 造成这个判罚上面的压力 肯定有 但是并没有那么大 咱们南南在这个亚洲杯 不也是遇到的吗 18 是那个小祖赛还是哪场比赛 忘了 是伊朗吗 最终我们也是赢了 对吧 只要你有绝对的实力就能赢 我们赢了比利时的分 是澳大利亚赢比利时的 比他们多了十多分 我记得 七八分也应该有 所以说整体实力来说 我们并不弱于澳大利亚 他们呢 当然是他们主场的话 更有机会 但是我这是也是我们 据说是27年还是几年 反正是20多年来 最好的成绩是在世界大赛中 晋级四下 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啊 就是创造历史 继续追平记录 大进决赛 因为大家到这个时候了 不拼命都不是 不拼命都是不可能的了 肯定 必然 拼命是必然 是吧 对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们会比我们更狠 他们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谁也不会这样 中国女兰比中国男兰硬的不是 中国男兰在主场都不怂 中国女兰比中国男兰硬一万倍 你说他们怕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说是吧 但是我们也有权利是吧 针对针对裁判 做我们的任何东西 尽量保持公平公正 第二个就是 中国女兰已经创造了历史 这支队伍呢 我觉得还会越来越好 这个 郑威呢 还是这郑威教练 还是有一定水平 姚明也是亲自 给这个 李月鲁上小灶 说得来说 我们中国女兰呢 从上到下 是吧 所有人都有这个目标 中国男兰呢 从上到下 饱受质疑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团结二次 一群自私自利的 插人 但不能骂人 就是自私自利 有些人就是泰国 自私自利的 他不来嘛 他去美国训练 他不来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做得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 做得太好了 就是像别的国家 为什么叙利亚人 人家都没有国了 人家都亡国了 那个头都能提那么好 没有意志力 没有决心 没有团结 是吧 这就是你要 看见他们 我就都 看见中国南南 河南祖 我就能想到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但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或者是 是吧 几十年前的中国 贺龙贺之导怎么做 贺龙元帅怎么做 直接把中国足球给解散了 是吧 痛心疾首 美 美探听于死 是吧 不 探心于环灵 是吧 为什么 我的环境和灵地 真是个垃圾 就是这个意思 不到这里吧